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8分弹幕高清潮清720p高清480p标清270p倍速0.5乘以1.0乘以1.25乘以1.5乘以2.0X倍速播放在这里全屏到腾讯视频观看此视频下一 各级将播放取消广告广告取消于希望打破世界纪录为自己庆生 不会任入将零件登顶5075100V0760XZ3播放模式 分辨率1920x1080视频宽宽到848x480音量50视频协议 下载速度缓冲质量帧数 麻烦本号3.4.37 2018年8月7日2.1.03.15不放入税 B0C983F799F385F524219DF8BETD1D70201本地日志点击下载 点击 清除腾讯视频观看完整版时加鱼 希望打破世界纪录为自己庆生 不会任入将零件登顶安卓画面移动小窗 X中心往贾佳 打8月18月电码元号 贾佳砸亚运会游泳项目 将于19日正式开赛 在维系六天的赛程 终绝出40英枚金牌 此次征战下加达 孙杨 薛家瑜 补流慧 刘湘等领奖悉数出战 作为东京奥运险亚洲最后一次综合性大赛 中国勇军也跟于日本游泳队上演强强对话 大白洋亚运直奔金牌验收流量恢复成果 作为中国游泳领军人 孙杨永远是世界科大游泳赛事最受关注的选手之一 此番亚运 孙杨也许化身老模 报名200米次1500米次游泳四项 结束香港训练后 孙杨14日从香港飞至亚加达 定于一日首试水 亚运是小口 目标就是奔着金牌去 孙杨起水后霸气的表示 过去一段时间 因训练重心转移至短距离 孙杨永远能力逐步下降 导致其在长距离项目的垄断地位逐渐消失 过去两届是紧散 他都因心脏问题 放弃1500米项目 李月奥运也在1500米越赛就暴冷出局 在朱志根看来 自由游中长距离各项会相互影响 若一个项目不佳 其他项目都会受影响 郭重心执教后 朱志根重点放在恢复孙杨的有氧能力 并在训练中对每50米滑水次数进行要求 从孙杨今年4月成国冠军赛表现来看 虽然成绩及一个人最好成绩 以及今年世界最好成绩还有差距 但训练成果已初步显现 目前来看训练效果还可以 孙杨已经可能按要求完成训练 朱志根也认为 对孙杨而言 本届亚运是其今年重会认识朱志根本校后的首场国际性大赛 此人是验收集今年东逝 至今所有付出的最佳时机 我会好好体会比赛过程 从细节中找问题 积累经验 根据赛程 孙杨将与首个比赛 运 进行200米自由泳的比拼 前两届亚运会 朴太环和日本黑马交易攻击先后获得干战金牌 然而本届亚运条态还运商缺阵 唯一的对手只有将有攻击 本次期待斩获4金的大白羊自然期待能取得这枚金牌 孙杨还将在20日 21日先后进行800米和400米自由泳的比拼 1500米自由泳 则将于24日进行 紧张的赛程对其体能也将是巨大考验 学家于智在五金盐子被对话 日本八王第二次征下亚运 学家于给自己定了个不小的目标 力争五金 其中包括50米 100米和200米 养用三块单向金牌 以及男子4乘以100米混合用千利 男女混合4乘以100米混合用千利两千千利金牌 人穿亚运 学家于坦言自己颇感遗憾 100米养学局亚军 50米养一只收获铜牌 重大势力让其认识到自己的不足 直觉期待与实力不相等 学家于表示 但没那年的势力 就没现在的我 这四年来我成为奥运会亚军和世锦赛冠军 已和四年前完全不同 除了金牌 学家于还希望自己成绩能有所突破 现在我已经到世界 纪录的临界点 亚运会压力也没有奥运会那么大 我会争取打破世界纪录 由于劲敌骨贺泉也因服用劲要被破锦赛 唯一的对手只剩下日本的陆江临界 学家于认为自己有信心击败对手 并在飞往贾家达时的自己腿上画了一只小乌龟并写上破纪录 希望此举能带给自己好运 根据赛程 学家于将于19日迎来200米洋用的比赛 当日也是其23岁生日 特殊的日子希望能有好的突破 17日首饰选后 学家于认为自己肯定能把身体恢复到最佳状态 虽然大赛当前有些紧张 但他说这就是自己的特点 当地浓厚了亚运气费 则让自己心情放松一些 男子挖泳方面 岩子辈将参加50米 100米和200米挖泳三项 与日本八王小冠也诸堵直接对话 满身都是把火灌印记的岩子辈抵达雅加达后一直闷头训练 并未接受媒体采访 但在得知小冠阳也绝在比赛中 击溃自己绿针包烂男子挖泳三枚金牌时 直轻松的复制一笑 并未置凭 两人最近一次对话是今年5月的日本游泳公开赛 男子100米挖泳决赛 岩子辈以59秒46领先对手0.02秒的微弱优势摘冠 不过在6月的环地中海游泳系列赛摩内阁战 小冠也诸堵尖后以58秒78和26秒94打破100米挖泳和50米挖泳的亚洲记录 亚洲挖 王之争 相信胜负接在一瞬之间 谁临场发威更好 谁就能笑到最后 女子短距项目或受冲击 女战神刘湘不惧挑战 因为日本超新星 持江丽花子的横空出世 中国勇军赛女子短距项目或许会受到较大冲击 据日媒报道 年仅18岁的持江丽花子或将出战女子50次 100次 200次 50碟 100碟 5个单箱以及3个接力项目 而在刚结束的泛泰平洋游泳锦标赛中 持江丽花子赛女子200次中以1分54秒85的成绩打破亚洲记录 还帮助日本队打破四成100米混合接力的亚洲记录 其女子100碟子距离刘泽哥 为亚洲记录仅相差0.01秒 根据中国游泳队公布的亚运报相名单 中国女教刘湘 张雨飞以及小将朱孟慧 吴清风 王一春 林欣彤等人都将与其正面交锋 谈起来是汹汹的对手 刘湘再次展现超高自信的一面 我觉得不是我怕她 而是她怕我 我就是做好自己该做的 不用去管对手 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即可 刘湘的自信并非空学来风 去年全运会女子50米自由泳决赛 她曾有出24秒04的世界第四好成绩 彼此将离花子今年4月 在日本全国检标赛楼出的个人今年最佳成绩24秒21还快了0.17秒 最近状态比上半年有所提高 美国特训之后 整体速度感好一些 刘湘说道 而且刚结束半泰赛 高强度作战会对她体能有影响 我会抱着必胜的信念去和她拼 张雨菲曾轻虚地表示自己100米跌涌 目前和池江还有差距 在未来两年奥运会能与她一搏 女子中长距离方面 中国永久或许压力少小 丽冰杰与王简佳合着对中国永谈女子 中长距离双子行不出意外 将成为中国在200米至1500米自由有四个项目中的双导险 丽冰杰在去年7月至9月曾有一段巅峰期 不达佩斯世锦赛在800次比赛中游出8分15秒次时流创造全新亚洲记录 天津全运会又相继打破400米和1500米的亚洲记录 不过此后因换税导致成绩略有浮动 丽冰杰在今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多个项目军部的队友王简佳合 仅获得400米自由泳一枚金牌 经过外事调整 丽冰杰逐度恢复状态 并在7月的洛杉矶游泳邀请赛女子400米自由泳项目中以4分05秒19 刷新赛会成绩和个人今年最好成绩夺冠 首次参加的亚军会 当被问及是否可能再次打破纪录 丽冰杰认为总有人规迫了他 但最好能是我自己把他刷新了 女子 杨勇方面 傅元会和新兴彭去尾 也将成为中国对夺金的有力保障 尤其傅元会在今夏进行的全国下比赛中游出了59秒27的好成绩 比日本17岁小将酒井向海赛犯泰赛中游出的59秒33块0.06秒 正常表现的傅元会 本次亚运 夺得该项冠军毒仍然可击 自然的免责声明 本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